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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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一个十六岁的少年 自己做了歌 感到也不错 就自己鼓励自己再做 再做 再做 想不到一年里面写了一百多首 当然现在看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 所以自己把自己做的歌丢了一大堆去了 如果我把曾经 从我口效里面 吹出的旋律都写下来 可能现在两千首都有了 但是我不赞同 一个刚刚做一点点 就盼望全世界唱他歌的人 这种自私跟不承受的心理 所以我就自己丢 自己写 自己讨厌 自己批判 自己塞 结果就剩下一些 我感到大概可以给主用的诗歌 就把它辞掉配出 给教会唱 事实证明 我所教出来 给教会唱的歌 差不多都可以存下来 很多的人就 把这些诗歌当作他们爱唱 赞美上帝的一部分 所以我认为最后 神借着教会 会选择 会淘汰掉那些 没有价值的东西 而不是作曲家 自己认为 他写的诗歌多好 就可以成为教会的 应有遗产 而是神的灵 神的儿女 在敬拜中间 慢慢看出来 有没有上帝的引导 正像一个传道人 讲的东西 有多少价值 结果上帝 这个教会 在历史中间 肯定他 或者否定他 一样的道理 在历史上 所以我认为 你将会选择